首先看到玄關這個地方 張設計師要不要講講 你當次的想法 你的玄關 為什麼是這樣子的配置 OK 因為在玄關這個地方 我們希望說 打開本來打開就是一個客廳 那我們想說 因為它還是要有一個玄關的感覺 所以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們把一個玄關的屏風 先做出來 那麼這個部分 希望它不要太小 它有穿透跟衍生的作用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其實在玻璃部分是做的夾紗 它以為可以穿透 然後在夾紗的那個框 它是我們用石材 來把它包起來 這個玄關台 其實也是多材質的變化 但是它顏色還是不複雜 對 就是用一些皮革 還有一些烤漆玻璃這樣來呈現 可是我們希望說 玄關的感覺它是可以更長的 所以從天花板當中 把它拉一個延伸型 這個拉長 再加上一個鏡面的處理 其實整個玄關它就變大 我從天花板來定義它 它的玄關的視覺是可以被延伸的 對 這個側櫃它其實是客廳的一部分 所以客廳也不會覺得變小 而且在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 整個側櫃的材質 跟背牆是有所延伸的 所以它這個同質性的材質 我們希望說 很硬的櫃子 它也可以含進來軟裝的材質 對 所以這個櫃子的門 我們是用一個布面的包裝 讓它跟背牆 沙發背牆的那種軟裝 是一樣的材質 硬的部分一樣可以貼軟的 硬的也可以貼軟的 可是讓我佩服你是哪裡嗎 我覺得你讓玄關在視覺上 是這樣子延伸 可是你把玄關的空間 竟然可以併給我 所以這個櫃子 其實它有延伸玄關的作用 它又是客廳的一部分 這個手法讓空間 它就無形當中變大 漂亮 OK 好 我們就順著這塊材質 到沙發背牆去看看囉 好 走 在這邊嘛 對不對 在玄關那邊 看到你櫃體的設計 硬的跟軟的可以做結合 可是那個軟的材質 帶點布面的這個料子 也延伸到沙發背牆 對 那這個沙發背牆 我們就是用一個比例分割之後 中間砍了一個灰燼 那利用一個框做它的線條分割 然後完了之後 就把剩下的部分 這個比例分割 砍上我們的崩布 那我們整個沙發背牆的 那個主題性就很鮮明 對 就這個牆面也就會有那種 所謂的精品鋁店 飯店設計的概念 對 為了讓整個空間 它多了一個活潑性 所以在一個比較美式 大沙發的那個皮革之下 我們還有一個 就是用一個比較 叫麻鞍皮的材質 去跳這個橘色 那整個空間它會有一個 比較跳的一個顏色出來 就是也會有一個亮點 對 好 那這個空間當中 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我們主要就是 顧一點女主人的喜好 跟她所喜歡的東西 這展客廳的水晶燈 它的款式 我覺得有斷帶的感覺 對 讓它比較軟化一點 一般我們在客廳 其實比較少用到 主燈 水晶燈 對 但是因為它這樣 有裝飾性的作用 需要它還是比較有方針的 一種剛性的感覺 對 不要太柔軟 可是剛性當中 利用有點斷帶的 這種材質的水晶 去軟化回來 OK 所以你看 每樣東西的挑選 其實背後都是有 它的想法跟意義的 是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電視主牆好不好 這個電視主牆 從我們這種角度看過去 基本上它是立體的 對 那之所以有這麼棒的 一個電視主牆 我們就不得不佩服 張設計師你在課邊的時候 那個空間 比例調整的那個公里了 對 一開始 其實我們把這樣的 三個房間變成 預計就是一個書房加主臥 然後把書房跟主臥 是結合成一個 失禮率的空間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把 這三道房間的牆 就直接退掉 直接退掉 對 那退掉之後 我們就有很好的一個 變化籌碼 那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說客廳它的電視主牆 是存在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因為沒有牆的限制 所以我們可以任意去調整 我們的退後的變化 這個角度的部分 對 所以這變化之後 你就覺得客廳其實它很深 可是這雙面使用的櫃子 它的電視牆 它電視不會太後面 它又可以兼具到這個 我們希望得到的一個距離 說真的 一般我們看到電視主牆 它可能就是一個平整的平面的設計 對 可能在角的地方 稍微做一些些 小小的一些角度變化 可是你是整個是全面性 然後立體的感覺 對 那我們希望它還是走回 很簡潔的一種思維 所以往往電視 掛上去電視主牆的時候 畫面就被破壞掉了 所以我們把電視被砍進去 而且砍進去的手法是 外面直接加了一個 大面的一個墨鏡 跟它的玻璃 那麼從正面來看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大畫面 那麼電視打開的時候才會看到 原來你沒有電視 我們平常不開電視的時候 它也是一個主牆 極簡的風格就會出來 這樣子的設計基本上 在一些精品旅電視有看到過 不過放在居家空間裡面 我們這倒是看到第一次嘛 那麼當然我們要解決 它的那個聲音問題 所以這個線路都要預埋 然後把聲音引到其他的喇叭出來 這樣子 被遙控的那些機器或者是喇叭 我們就放在正面 那麼可以被隱藏的部分 我們在書房的部分 利用雙面櫃的一個手法 就可以在後面打開 就可以裝機或者是維修